用翻身台中四级地震 当下中恒变道多处土石摊方 有驾驶舰撞赶紧得推撸躲过了一劫 不过还是传出多起的灾情 总共12车21人受困中恒变道 而土石占据地面导致救灾困难 救难人员只能徒步挺进搜救 其中受困在23K的菜车驾驶 直接被落石砸中头部重创 消防人员请求直升机将人送往医院急救 不过这位驾驶颅骨骨折 颅内出血 伤势严重昏迷指数三 住进贾乎病房抢救中 由于愚症不断就怕再有人受困 中恒变道封闭禁止通行 透过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大片土石滑落 画面出目惊心 公屋段人员从东西两侧 徒步挺进救援 希望能够在当天就救出 剩下受困的六位民众 另外廉价第一天 他们也将陆续抢修 不开放中恒变道通行 要确保大众的用路安全 TVBS新闻重映 廖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